我是90后 这个房子是我在老家启东 从小长大的一个房子 做了一次改造 作为父母的养老房 从精神基础去着手设计 让他们知道 生活也是可以轻松浪漫起来的 我们家是很普通的工薪家庭 爸爸是电焊工 妈妈除了工作之外 要照顾外婆啊奶奶 人身体有障碍的舅舅 还要操心我的学习 一直在忙碌于生活的琐碎 不断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为这个家去付出 始终都没有看到它 去真正地享受过 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 为自己去用力地活过 所以我想通过 改造这样的一个房子 给到他们对生活 一个重新认识的起点 从小爸妈都是把家里 最大的那个房间让给我住 哪怕我离家后 他们还是坚持这样 所以我就将我的卧室 改成了一个小的氛围客厅 跟阳台打通 方便与主客厅相连 爸妈特别喜欢在这里晒太阳 这养植物 这小帽 都有自己发挥的余地 他们的小卧室进门处 做了一个天花膜的一个装置 利用工区做了储藏室 扩大他们主卧的使用面积 老的小区 一楼的每户 都有一个小车库 我给它改成了一个茶室 也配套设计了外喜区 未来外婆也可以住在这边 我大学是在云南 也会带妈妈在云南旅游 她非常喜欢 甚至想自己的一个养老生活 就是在云南去租一个小院子 但是无奈现实 她必须要留在家里 所以我就想在城市里面去帮她 实现心中的理想 家里面大部分的家具 是我从云南的西双版纳逃来的 带走古墓 自己设计 由当地的师傅去手工做的 还有一些老物件 是从东南亚那边逃过来的 家里面的牧师面 是四种原木色的烟熏木头 混拼的形式去做 只是上了木辣油 整个家里面没有做主灯 而是用了灯带 灯膜 去运染出自然的光线 地面用的是洞室 它里面会有一些 小贝壳类的东西 带着一些童年的记忆 小时候爸妈妈也经常带我去海边 捡那些小贝壳 然后抓小螃蟹 到现在他们住了两年多 妈妈发展出很多自己的爱好 会自己织一些手工的袋子 我还学了做拉花拿铁 因为我爸爸爱喝咖啡 也是他们夫妻俩之间的小情调 也会更有自己的想法 去装扮这个家里面 从这些生活的细细碎碎中 领悟到一些之前没有领悟到的美好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好像都有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的话爸爸妈妈 就传统的旁人的看法会更多一点 发小们都结婚了 他们会催我赶紧成家 现在他们把这个重心放到自己身上了 不会催了 他们很尊重我 现在关系会更好一点 更加的平和松弛一点 可能传统意义上的孝心 就是说子女应该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我也见过很多老人终日在等待 我的子女什么时候归来 但是我们这一代 其实很多人都是离开了家在外打拼 更多意义上来说 成长是一场与父母的远行 我希望我们都要去保持足够的人格独立 有自己丰富的精神领地 以前是爸爸妈妈呵护我 现在由我带领他们 去做自己生活的主导者